我要重点介绍一下 很年轻欧阳娜娜 欧阳娜娜是演员 还是一位大提琴演奏者 很有才华 13岁的时候就考取了 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学院 15岁 因为怕错过好剧本 就不好好拉琴开始演戏 代表作 蚂蚁竟走10年了 蚂蚁走了10年 她演了3年 这三年啊 也是好剧本 东躲西藏的三年 很多人不理解 都想让她回去拉琴 最想让她回去拉琴的 就是那些好剧本们 欧阳娜娜 2000年生人 刚刚满18岁 已经出道18年了 很多女孩都很羡慕她 之前不是热搜有个话题 就叫什么 哪个女孩不想活成欧阳娜娜 你看这话说的 我们男孩就不想吗 你说这太让人羡慕 演艺世家 生活自由自在 海外求学学艺术 从小在 林青霞这样的影后身边长大 居然演技还能那么差 演技那么差 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喜欢 你说嫉妒不嫉妒 对不对 我就好奇过一件事啊 欧阳娜娜娜从小给林青霞表演节目 林青霞就没说过她演技差吗 为什么 因为林青霞也是女孩 哪个女孩 不想活成欧阳娜娜 你以为林青霞想当林青霞 当演技那么好 很辛苦的 放弃了多情绪 林青霞每次看到欧阳娜娜糟糟糕的表演 就哎呀 好差呀 好羡慕啊 欧阳娜娜 我的同乡 这出生自演艺世家 她的爸爸当年还是琼瑶剧的当家 男一号 很多看过欧阳娜娜表演的人听到这里 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 是的 她的爸爸就是 马锦涛 好啦开玩笑啦 这怎么可能呢 她就姓个欧阳啊 她的爸爸其实是 欧阳静 好啦不要管她爸爸是谁啦 总之他们这种新二代呢 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很多压力 但相比较于她得到的关注来说 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欧阳娜娜 你得到的关注还不够多吗 连邪欣这碗饭都要跟我抢 四岁就上康熙抢我通告 这就算了 现在演戏又那么好笑 到底是彼此谁呀 娜娜娜 感谢一下欧阳娜娜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闹钟铃声 就是她那个 阿嬷已经走十年了 你清醒一点 我现在每天真的好清醒啊 娜娜的表演真的特别提神 娜娜虽然戏拍得比较一般 但是其实人家人缘特别好 每次呢都能跟男主角 吵一段CP 不过这个事我也理解 剧组嘛是有分工的 别的演员是负责演戏 娜娜呢就是为了宣传戏 我都可以想象 每次戏一杀青 导演就跟娜娜说 娜娜 娜娜 开工了 接下来就靠你了 赶紧去微博上 演起来 开个书角辉 控制一下 我想娜娜 大提琴界的天才美少女 大家都知道 娜娜娜的家教很严谨 爸爸规定她 18岁前 不能谈恋爱 可是她现在已经满18了 对嘛 6月满嘛 7、8、9、10 已经满5个月了 所以现在谈恋爱了吗 帮我找一个吗 呃 我提心能力 没有玉琳哥那么快 好 我先跳个跳着讲 好了 好 好 好 跟着回避这有问题 然后 娜娜做好准备 大家都说 欧阳娜娜的演技 太用力 演什么的都太过 台词全都靠吼 大家看那个 演员的代声 是吧 也对这个风格 大概有了了解 之前有个戏 让欧阳娜娜 演一个体弱多病的女生 后来娜娜就去试戏嘛 试完戏了之后 导演真的竖起大拇指 说 娜娜 你赋予了这个角色 新的生命 我跟你讲 这个角色 之前只能活两集 你演完了之后 最少活到大结局 能活到下一集 我跟你讲 就是这么有生命力的 欧阳娜娜 这次咱们这个 已经走十年了 对吧 我听你这个感觉 我感觉赵地儿 她妈呀 她是离家出走的嘛 对吧 就感觉因为赵地儿走的 对不对 就你这个精神状态 感觉赵地儿还不会走 你妈就想走了 大家看这个 欧阳娜娜娜 欧阳娜娜娜 其实现在田径美好 一个小姑娘 谁能想到 私下里有爱好 有盘核桃的爱好 还让助理去 给自己买核桃 对吧 你费那个劲干什么 对吧 你就盘自己的 大提琴不完了吗 就 就盘了 天天你就抱着盘 爸妈看见还特别欣慰 咱家闺女多热爱音乐 干杯 喝 你说什么 有了 你自己发现